早安 我们退房咯 要回家了 这家酒店妈妈的而已啊 妈妈的 这家酒店他的员工服务不是很好 工作态度不好 昨天我check in的时候 他们也好像 不友善啊 就是一点笑容都没有的 今天要check out的时候 他们也是好像 哎呀总是不友善就对了啦 酒店还不错的 员工的态度不是很好 所以不推存这间酒店啊 我住一次以后都不来住了 这里地点是不错的 在Jalamulu 这里很多美食 现在我们要去找肉骨茶 我们现在要去永香肉骨茶 OK开车咯 我们现在要去永香肉骨茶 巴胜 巴胜美食最多的就是肉骨茶 我相信 在巴胜 最少有几十家的肉骨茶店啊 我也不懂道歉 但是我就喜欢去吃这家永香 以前来到巴胜 就是常常去吃这家 永香肉骨茶 巴胜有很多很多家很好吃的肉骨茶 很好吃的肉骨茶 就是要一家一家去吃 但是哎呀没有本事吃这么多 之前年轻的时候有在巴胜住过两年 所以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是吃肉骨茶的 我也相信巴胜人基本上 每个星期天星期六都是吃肉骨茶的 这里的文化就是吃肉骨茶 前马来西亚 吃肉骨茶最多的地方就是巴胜 所以巴胜的肉骨茶是文明 马来西亚文明全世界 所以我上飞 前面直直走 左边是Daman Berkeley Daman Berkeley里面有很多美食的 现在我们要去的是在右手边 Daman Nasna 等下吃饱了肉骨茶 还要打包我们肉骨茶回去冰城 现在是八点半 我相信我们去肉骨茶的地方 没有那么多人 等下到了十点 肯定是满满人了 十点全部睡醒后来吃肉骨茶了 就是这里 Daman Nasna 是肉骨茶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家肉骨茶店 那里对面有一间卖包的 特别好吃的 它的包 等下过去打包回去 我们到了永香看到吗 就是这一家 再加肉骨茶 巴胜小饰馆就是卖包的 我再来打包它的包 我要去买那个包带回去 这里的包很出名的 吃肉骨茶的人来咯 这里这条街是发生很多肉骨茶店的 趁着还没有人我先去打包包 不然的话等下很多人要排队 我们来到半条命了 有著名的包 好多吃哦 这边是巴胜最著名的包 我买了八十四块六 这包一定要来买的 地址就在这里 买了这么多包 买冷的 回去才自己放给它烧 八十四块六 就这一家 就在肉骨茶对面而已 永香肉骨茶对面 看到吗?全部Double Parking 等下这里满满人 永香肉骨茶 肉骨茶我们来了 早来不用排队 等下吃了就很多人了 生意这么好 生意很好哦这里 这是他老板 哇,这肚骨茶好料 我找到一个亮味啊 这里比较凉 位置 我刚刚问到老板我要打包 怎样他讲他们有做打包好的 他们已经有包好的 在鞋废里面 实际上过去看一下 哦 这里有打包好了 这里有肚骨茶的辣椒 不会很辣的很好吃 哇,非常想念这里有肚骨茶 好好吃 辣椒好料啊 辣椒好吃 好好吃啊 辣椒 如果迟来就吃不到了 所以要早来还有啊 我们两个人叫一个人都会用好了 吃不到那么多 最终要吃味道 这个猪脚羹 不是有钱吃得到啊 要早来才吃得到 他一下子就卖完了 今天很幸运还是吃猪脚羹 肉骨茶 还是那么香 它的汤力不用担心了 那么自动帮你加汤在这里 因为它的饭很香 吃了不要肯了 这样好吃 好吃吗师哥 好吃哦 这个味道没有变 刚才喝了一碗 喝了他的汤 味道很好啊 这是猪脚羹 哇脑汁 这个 这个很软啊 好吃好吃 每一次啊 有个感觉就是啊 吃得更苦 等下开车回家的时候啊 会爱睡觉的哦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里猪啊 猪肉啊 里面有那个 他们吃了太多安眠要吧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 哈哈哈哈 打包 打包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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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好老板啊 猜猜看我们这样吃多少钱 据我所知八生的一个位是二十块的 好吃哦 我们这样吃一百一十六块六包 加八包 八包是两个位的 吃的是一个位的 等一下我给他打蛋看 这个是áveis 这个是辂像鸡鸡鸡鸡喏 吃饱了让味给它做咯 又吃又打包啊 看到吗 对面的买包人排队咯 还对咯 幸好我先买 刚才 吃饱咯 要回家 哇 今天满债而归 买了这么多 小瓜有的吃好料咯 要回鸡铃 刚才我们吃很多骨茶的地方就在这里 大门鸡蛋 起来 从这里直接上高速 可以直接回到银城 我们上高速咯 OK 那邊去吉隆坡 這邊去儀寶 跑到斯達克 我們第一站就是來休息站 吃飽的上廁所 Rawang休息站 我們吃飽了 又把東西留在這裡了 留在這裡 要回家了 現在我們要去大巴的那個休息站 那邊有一家Stabuck 很大間的Stabuck 星巴克咖啡 今天星巴克也是一樣有優惠 買三杯三十塊 或者是買兩杯二十五塊 任君選擇 我們來大巴休息站 喝咖啡 大巴休息站到了 有麥當勞 星巴克就不知道有沒有 肯德基 麥當勞 星巴克應該有的 充電的 喂 大巴的休息站有這個充電 誰架電車的話可以在這邊充電 所以下次我可以叫我的比亞迪來咯 有這充電啊 這裡 接下來如果每一個休息站有這充電的話 改天我就可以叫我比亞迪來 吉隆坡了 這裡充電不到多少錢呢 沒有誰到錢呢 沒有誰到錢呢 好亮 哦 哇 這麼多高醬 兩塊飯 找不到星巴克 先麥當勞喝 咖啡 沒有星巴克就來麥當勞喝咖啡 沒有星巴克就來麥當勞喝咖啡 在麥當勞喝咖啡 一邊喝咖啡一邊搖看到嗎 搖什麼搖購購購購 那麥當勞 我們又要開車咯 開車 这辆车很深油的 达满53块7 刚才油还剩下40% 走过人哦 这油站 走咯走咯 哇他们这么享受这人 所以他们这些开moto人 是一种享受生活 好厉害享受生活 开车出来玩 比较自由的就是 想停就停 想吃就吃 想去哪里就可以 开到哪里去 但是 在高速公路不要遇到堵车 如果遇到堵车就很惨咯 很累哦 如果没有堵车的话 开车是很爽的 这里一个waterfall 还没有气哦 以后要找这机回过去 这叫山外游山 这里只可以走90里啊 不可以驾太快啊 好像前面有警察的 前面有警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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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山給它們開發豆醬哦 看到它們踩石頭哦 你那些marble啊,地樁啊,就不都是這裡做的 哇,讓我砍到彎了哦 男人的約手就在這裡做那個山健康 我們現在要去當地樓 如果找山豐富,那有狂烈的情况 吃嗎,肯定是一些對方 喝水的口調 这个房子有人住哦 看我的视频就是我看到什么想拍给你们看的 我就拍给你们看 大家一起分享 哇 爽啊 这个是有比较年纪的那个啊 我去买一辆来跟水哥两个人 开着摩托去吉隆坡 哈哈哈哈 不知道会被太阳晒到啊 在英国家吗 哇,好爽啊 这一般刚才应该是在那个 Betroana打油的地方的时候遇到的 那把朋友 哇,好爽啊他们 又来咯 哇,速度好快哦 爽 这些东西我全部要出租了都 好爽啊 我们要进动路 大乐啊 好爽啊 有点 我们又要停休息站了,要换人开车了 我要开车 换我开车咯,要开车了,没有拍视频了 哎呀,我又遇到他们了 看到吗 刚才我拍他们的 好爽啊,他们 我们 等我跟水渴一人去买一辆来,跟着他们走 哎呀,等下那个轮飞到天上去都不懂 OK,开车啦 我看到那些摩托队了,我驾慢慢 好爽啊,他们 哦,这有爽哦 塞多本水 塞多本水 不落水 我们终于到Jalvi咯 要出,离开这个高速了 从这里出去咯 等下去找点东西吃 就可以回家了 前后用了四个小时半 从巴胜的Toe 来到咬鱼的Toe 中间又停了两次 等下看一下我们用了多少钱啊 那个Toe的收费是多少钱 从巴胜来到这边咬鱼的Toe 用了35块一毛 马币 很快我们就回到大三角咯 现在找一点东西吃 我们想去吃那个夜光盒 等下带你们去看啊 我们来瞬季吃东西 海鲜 这里是著名的孙季中泰海鲜 这里著名的就是炒粥 海鲜粥 他这些都是拿手的 但是我们没有吃了 我们随便吃而已 来个米粉 来个夜光盒 再加一个加鱼肉就好了 一路上一直吃一直吃啊 吃了来不及放啊 哈哈哈哈 他这个鱼头也是出名哦 阿山鱼头 还有他的猪脚 还有他一个辣萨海鲜 很好吃的这个辣萨海鲜 这里都是海鲜比较多 来个简简单单的米粉 加力干肉好吃 这里还有卖这个过年饼 买5桶送一桶 一百块 他这个饼哦 买5桶送一桶哦 通常我们都会买的 等下我们应该会买 要过年了嘛 跪到百 今天也刚好没有鸡蛋 通常它被打粒鸡蛋在中间的哦 40一桶啊今天 不错好好吃 好好吃 看一下看多少钱啊 等下啊 这里不会贵的 这里价钱很不错的 刚才那老板娘在收钱的时候 他讲一百三十九 吓到我一下 我讲你没有算错 他讲哦原来 加这个六桶一百 后来讲哦吃的才三十九块 买了六桶饼一百块 地址在这里啊 吃的价钱很公道很公道 买了一大堆东西啊 好像是去金马轮回来讲哦 不是去银顶 吃饱了我要回家了 我们两个回到Iconic City路 看到Starbar了 再往前走就是水哥的家喽 这三天两夜的 四天三夜的里程就这样搞 搞定了 好喽 今天就到此为止 四天三夜的里程 就在奥马结束 谢谢你们啊 到此为止 回家喽休息